金子們下班了嗎?我是金一彤 我在農曆新年前姑息的勇氣飛往金門 與在網路上聊了三個月的網友王凱凱見面 而今天是我在金門的最後一天 王凱凱早上在做盡量檢查 結果我只能自己在住宿附近晃晃 根據老闆娘的介紹 她說這個地方是金門歷史最悠久的地方 這邊曾經非常非常繁華 尤其是在明朝的時候 我住的那一個環達褲呢 她的這附近其實就有一個城門在 她很讚的地方就是呢 她可以上樓 擁有四百年歷史的民意老街 根本是台南山東老街的大學姐 看起來這鏡頭是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就下去 金門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 有非常非常多的景點 可以看 我跟你講 你在這邊要待上兩個禮拜 才有辦法把所有的東西都看完 在獨自遊覽約莫一個小時後 我來到了一個叫做金門高梁酒師館的地方 你們知道這位先生是誰嗎? 是金門高梁的大師兼師祖啊 這個博物館又被稱作葉華城不錯 這位葉先生早年在新加坡經商 返回金門後經營釀酒師業 用家門前來的高梁和閱讀洋文書 鑽研釀酒方式 最後 蹦出了鼎鼎大名的金門高梁 金門酒廠 他們其實提供金門人非常非常多的福利 包含他們小時候的營養午餐 都是金門酒廠提供的 公車是不用選的 因為金門酒廠會幫忙補 可以領很多免費的金門高梁 So nice 後來我跟這邊的導演員量了起來 她是陳小姐 台南人在金門住了九年 你是YouTuber啦 我知道 現在很多網紅會來這邊看 有很多嗎? 我們上次是遇到那個 最高的大陸 喔是嗎? 這就是騷擾 騷擾 我也是有人騷擾 真的嗎? 可能你戴口罩我沒有人出來 我們現在可以把口罩拿下來給你看 好可以 好準備齁 好 沒有 謝謝 我其實有一個朋友 但是我朋友他現在就是去做體驗 所以我就只能靠自己雙腳 因為我從頭到尾就沒有做我的工作 但是其實人很好欸 大家會讓我搭辮子 他們看我自己在路上走的時候 我中午也會帶你搭辮子去吃 是不用啦 在沒有吃早餐的激況之下 陳小姐叫我到古厝後方買酒釀彈 而賣酒釀彈的老闆 正是釀酒大師葉先生的後代 15秒時間就能看見另外一個景點 文台包塔 這個作為航海指標師塔已經有600年歷史 陳小姐告訴我關於文台包塔都市傳說 傳說 這座塔是為了破壞金門風水而立的 明朝帝王朱元璋因為迷信風水 想鞏固自己的地位 於是便尋找天下的帝王穴 並將其破壞 人才經濟的金門便是他其中的一個目標 於是建造這座塔來鎮住金門的人才 不過故事聽聽就好啦 不然金門人早就把它拆掉了 我們就在文台包塔前 試吃這顆酒醬蛋吧 欸 是好吃的 我原先以為 都會走的是一個比較像茶葉蛋的風險 但是沒有 它是富有甜味 高粱香 醬油吧 跟茶葉蛋比較單一的味道比起來 它的層次比較豐富 結束了 我接下來要去另外一個地方了 但是我也不可能叫陳小姐 真的送我到市區啦 所以我還是靠著自己就好了 約莫五分鐘的路程 我來到了水頭聚落 謝謝你 謝謝 掰掰 在所有的離島中 金門是讓我覺得 最像資深國外的島嶼 因為大量的羊樓使 金門的風光 與台灣本島相比 呈現截然不同的fashion style 對時我好像也能夠明白 為什麼朱元璋當初想要蓋塔了 就算蓋了石塔鎮壓人才 在五百年後 金門還是誕生了這麼多異景環鄉的富豪 蓋起一棟又一棟的豪宅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些大樓 就我們現在人的眼光來看 都是這樣非常厲害的 可見當時 有花多少錢才能蓋得出來 那這一帶因為非常多的海盜 他們曉得這邊 very rich super rich 這樣的人呢 就會想來這邊做一些 搶奪賺大錢的動作 所以就會蓋一些這種高塔 為了就是要抵禦這些海盜 到了中午的時間 坦坦終於出現了 你知道我買了什麼了嗎? 郭城小姐叫我買蛋 誰啊 你先吃吃看看 我等一下開車會不會被韭徹啊 不會 我剛剛這麼晚來就是因為警察在那邊跟我聊 我才不相信 真的啦 切剝很多了 真的啦 為了趕來找你 我是闖了黃燈 喔 蠻好吃的欸 對不對 嗯 因為是最後一天了 凱凱決定帶我去他家看一看 難道本頻道首次床試片段要出現了嗎? 不好意思 我叫一個粉絲 你連客氣啦 謝謝 我們進去 喔 怎麼這麼可愛 你以前在那邊念書喔 對啊 欸 這是誰 我啊 然後你變了好多喔 你功課表現在已經就是沒有任何功課了 全部都隨著時間消失了 對啊 天啊 全家就我哥的字最醜 少來 我昨天看你的字其實也還好吧 欸你 好像其實沒有很醜欸 廢話 可是我昨天看你寫那個菜單我覺得好醜 你看我們家超多久 凱凱家的格局很奇怪 在某間房間還有一條小樓梯通往暗房 那格局是不是很怪 是不是到哪裡 去另外一間房間 啊 那這是什麼 我剛剛回來就是沒有房間 所以我就來這邊睡了兩天 因為不是很喜歡這間房間 為什麼 睡這間房間好像都得了癌症 聽說你們要睡到門 哇喔 欸你們這是建築奇蹟欸 欸 這裡是哪裡啊 你在哪裡 你再來 我出家滿很方便啊 沒有你帶我真的出不去了 你帶我真的出不去了 出來就是奶奶了 喔喔 奶奶你好 你怎麼 你怎麼可以在她 叫奶奶在這邊亂七八糟 沒有啦 沒有去你房間 沒有去你房間啦 我聽到奶奶都無理啦 不會啦 你們家很漂亮欸 哪還有我們家亂七八糟 OK 不會啦 這邊就是重新 重新裝置過的地方 喔 可是為什麼只裝修這一樓 因為就燒掉了啊 以前四樓還蠻有趣的 你說牆壁上面寫一些笑話 你是在那邊嗎 對啊 貼著紋 你 欸是香的欸 偶爾會帶我們家的狗來的 陽台 以前我跟自己家人也很好 結果最後他們家那個 自己姐姐想要打我 我一上過中我就覺得自己長大 我就跟他們家的一個弟弟說 叫你姐來打我啊 哈哈哈哈 我怕 現打你 他給我帶一群女T 從樓上就是一群人走下來想要打我 然後我嚇著半死 我直接躲在教室 然後動也不動 然後他就在外面嗆聲 他說 你出來啊 你不是很拽嗎 你出來啊 那他現在姊姊還是走這種路線嗎 沒有啦 他們其實現在人都蠻好的 你知道很久以前是三外比較熱鬧嗎 真的嗎 其實我們家那時候以前的生意蠻好的 以前我奶奶好像在裡面做麵 喔 他那麵很好吃 你又想要吃到肉麵嗎 他可以足夠吃 你好你好 你好 這是你爸的位子 對 太神奇了吧 哥哥 來自天堂的Noodles啊 哈哈哈哈 你怎麼會在瓜瓜瓜 奶奶好會煮麵喔 奶奶 謝謝 好吃 剛剛趙凱就說奶奶煮麵很好吃 改天來再多點吃 好好好我要常來 謝謝奶奶 吃完飯就是要幫福家洗碗啦 真的 你洗了你也不知道放我飯 我就先放旁邊啊 你在這支影片很迷人 很樸實的感覺 我覺得我本來就很樸實 排開奶奶後來變架著自己的超跑 先往髮廊洗頭了 奶奶再見 再見 奶奶好拉關喔 掰掰 掰掰 這是麻煩 距離搭乘飛機的時間 只剩下短短數小時 凱凱帶我去了自己四場洋樓 這裡曾經是國片軍中樂園的拍攝場景 現在很像大戰女神 你小時候會看電節目嗎 不會 你沒有童年啊 有有 就喜歡找島式大圈圈啊 哇 直接傳送到一樓是不是 對啊 欸 古代人好有智慧喔 哈哈哈哈 距離我九點的飛機只剩下四個小時的時間 旅行就要接近尾聲了 往右吧 對對 只能往右啦 欸 為了盡地主之宜 卡卡玉小倩帶我去了一個 當地人摳耳相闖的私房景點 包括他們在內也沒有去過 便向朋友討教景點位置 你有沒有穿我們的毛衣啊 有啊 他說對啊 欸 你點下來不要錄到我 怎麼可能 欸 帥嗎 蠻好看的 這個坑道進入時 需先查好潮汐時間 僅有退潮的時候可以進入 要小心喔 OK 哇 好可愛喔 YouTube上面是寫說 從這個 直接進來走進去 你們有上網做功課嗎 喔真的喔 OMG 我們上次有在成功坑道遇到 我不記得啊 就沒有你要去成功坑道嗎 我不忘記是哪個 或是他大動人 當下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現在台發市原來前一天 遇到他們過 可以進去嗎 你們剛有進去對不對 有 我們剛有進去 他們又有空起來 喔讚 謝謝 而且坑道好多條喔 好吧 抱歉啦我現在想起來了 哇很舒服喔 來來來 唉唷 蠻好看的 其實到這邊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什麼心在玩了 這幾天遇到好多好多人 有的有拍到 有的不給拍 有的愛於片長被剪掉了 總之 因為這四天來被各式各樣的人照顧著 此時此刻的我已經開始覺得不捨 因為潮汐的關係 沒有多久我們便離開這了 毛衣我留給了小倩 我告訴她說我會再回來找她拿 晚上八點 凱凱開開車載我到機場 路上我們一句話都沒有說 到機場時 我們交換了旅途中寫給對方的明信片 然後我就開始哭了 然後我就開始哭了 謝謝你啦 因為我覺得這四天遇到 很多很好的人 啊我也是在回來 不知道哭啥笑 沒有人會開車送我 送來送去 除了我爸 機場在召喚我該登機了 第一次國內旅遊 讓我覺得這麼像出國 其實我完全不是因為見不到凱開而哭 畢竟她就住在我永和家的後面 大概十分鐘的距離 後來想想我應該是在哭 一個當下的狀態要消失了 我會再回來 可是這個美好的片刻 將在飛機降落以後 變成回憶 親愛的金童 很開心你來到金門 這幾天也謝謝你瘋狂的幫我拍照 希望你有機會再來金門玩 也希望以後有機會在一起出遊 也被你發現 其實我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 但你有在認真幫我找靈魂 這四天三夜我真的很開心 謝謝你讓我在金門無聊的日子 變得有趣 開開 那你們知道在預告片裡看到我在哭是為什麼嗎 因為一直到隔天我都還在哭 再過一天剪一遍我還是在繼續哭 刷三吧